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带红桃的KQ已经属于底端范围了 所以需要弃掉很大一部分 不过他在这里还是选择了一个低频率的防守 可能是觉得Linus的范围比较弱 所以他也不想被deny掉非常多的equity 转牌发出一张黑桃勾 形成了双画面 这个勾呢增强了Kluka的范围 所以Solver会在这里建议用一些顶对 混合一些听花 出去零打 Kluka的KQ还是因为那个没有花的原因 所以在这里只能高频率的选择过牌 而Solver竟然建议Linus在这里用所有能听花的86过牌 不能听花的86下注 这里我继续深度分析了一下 发现它的原理是这个样子的 Solver呢会用听牌中最好的那一部分选择下注 比如说A花 勾花 然后呢用非听牌中最差的 或者说最没有摊牌价值的那些牌也继续下注 那像86听花这种 在某种情况下还可以摊牌的牌呢 就可以放到我们的过牌范围中 合牌除了一张草花6 这个6和双方范围倒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Solver建议呢Kluka在这里采取一个极化下注的策略 要么过牌 要么all in 不存在什么一炮这种中等的size 至于为什么在这里能用KQ不同色all in呢 这是因为极化讲究的是用最好的牌和最差的牌一起下注 那么这里最差的牌是什么呢 是比A high更差的 什么也没有极重的牌 可以看到大部分这样无法摊牌的垃圾牌都是需要all in的 我们之前算过Linus面对这个all in呢需要41.5%的权益 从Solver这里我们可以看到86黑桃刚刚好达到了这个要求 而阻挡前门花的红桃却没有了 所以这里按道理来讲应该是七排的 当然呢这里也不能武断的说Linus打错了 毕竟呢我们也无法保证预设的范围和真实的情况完全吻合 不过话说回来Linus这个决策已经非常的精准了 如果把他的86换成76那就更完美了 这里我们多说一句啊 为什么76会比86更适合抓诈呢 这是因为76不阻挡对手下注范围中的T898 而86呢只阻挡了对手下注范围中的87 所以不得不说德州扑克真的是一个细致入微的游戏 好了本期的手牌解析就到这里了 希望从这手牌中呢大家都能有所收获 那收获最多的估计就是这位获奖的同学了 请这位同学把联系方式私信到B站后台 恭喜恭喜 关于签算的更多内容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签算Poker 或者呢添加我们的粉丝群 这里是签算Poker我是梅小板 我们下期再见